歪腰油桶蒙半天 每天吸引大排長榮的民眾 爭相拍照 現在就有網路公司 為了激勵員工的上班時期 同樣制製了兩個歪腰油桶 讓想拍照的同事 不僅不用排隊 還有可能實現夢想 丟了工作加薪 嫁得出去 還有可以免費出國 免費上網 但是只能抽中一個 你最想要實現哪一個 嫁得出去 看看油桶裡的紙條 有人許下去日本 歐洲旅遊的願望 還沒交到男朋友的 甚至希望生命天子趕快出現 究竟這兩個迷你版 被網路公司取名為 歪歪七夕愛情的油桶 有什麼神奇的力量 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提出一個小小的創意 讓員工也有一個比較活潑 而且明確的一些目標跟方向 當然也是刺激公司一些向心力 到底誰是新營兒 雖然要等到七夕當天 才會由公司主管 親自抽出揭曉答案 但是靠著這股歪歪風氣 卻只讓許多員工 一到上班時間 就趕緊投一張 無形中也提升了 員工的向心力 凱破大臺北數位新聞 郭澤民採訪報導